正造成的灾情 台南自来水管的输水干管多条破裂 那么自来水公司就表示 目前造成的增文汐南 大约有30万户停水 紧急启动其他的干管来支应 后续恢复的时间 还要看这个修复的状况而定 目前水公司发布的停水时间 是到明天的凌晨零点 后续什么时候恢复供水 还要看这个修复的情况 其中东区就是因为地势比较高 恢复供水的时间会延后 水公司也是正在全力的抢修当中